大家好,我是妙奖,在开始这期节目之前先给大家讲个故事 这个故事来自高明的《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这本书借各种各样的精神病人之口,脑洞大开 说出了对世界的另一种理解,想法都很清奇,但又可以自圆其说 当做小说来看还蛮有趣的,但是不推荐把它当成科普读物来看 其中有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看上去很睿智的绅士找到了男主 他告诉男主自己要实施颅骨穿孔手术 也就是在自己的脑袋上开个洞,因为他希望通过这个手术能够获得特异功能 这位绅士了解到,有些人做了这个手术后就能看见鬼魂亡灵 有些人能预知未来等等,绅士邀请男主参与研究 看他做完手术后到底会有什么反应,男主觉得这件事很不靠谱 但绅士已经下定决心了,他一个月后真的做了这个手术 术后三周,绅士又找到了男主,他整个人的状态完全变了 之前那种镇定自若的气质荡然无存 头发乱糟糟的,神色慌张,一副吓坏了的样子 绅士告诉男主,手术生效了 他真的能看见鬼,而且不止晚上 白天在很暗的地方也能看见 就算不住在家里,在朋友家,在旅馆 都能看见,如影随形 他整个人都崩溃了,因为实在是太恐怖了 男主就把绅士送进医院 他很生气的找到那个帮绅士做手术的医生 想痛骂他一顿,为了钱什么都敢干 但是没骂成,医生表示自己也怂啊 因为被绅士馋得不行才动了手术 但他也没有针钻了个洞 他只是做了个表皮窗面之后 削脱了一小片头骨而已 根本没有实质性的穿孔手术发生 故事的结尾 作者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 表示自己并不认同这个手术 关于手术说明手术动机 以及异能的统计数据 均源自欧洲历史文献的记录 全都出于非官方的记载 这也是求生欲满满了 但Mio将好奇啊 苦于作者没有做任何书目推荐 我只能去谷歌了 我把所有找到的中英文文献 采访,奇奇怪怪的网站都看了一遍 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来看看 颅骨穿孔手术到底是什么 我们刚刚提到过 颅骨穿孔手术 其实就是给脑袋开个洞 这是人类最古老的手术之一 最早的颅骨穿孔手术 可以追溯到6000年以前 从古至今的颅骨穿孔手术 基本上不外乎于五种方法 第一种是刮骨法 就是用打火石 把头骨一层一层刮开 在法国出土的头骨中发现 有经历过这样的手术的头骨 考古学家做过实验 用一片玻璃去模拟 类似于出土头骨的那种切口 就算是非常厚的成人的头骨 基本上花50分钟也就搞定 第二种方法 是在头骨上切出一个圆形的凹槽 然后把当中的圆形的骨头拿出来 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方法 直到最近的肯尼亚还在使用这样的方法 第三种方法 很有可能是从第二种方法发展来的 就是用环形锯来开洞 环形锯就是一种中空的圆柱形 然后底部是锯齿 希腊的医药之父 西伯拉底曾经详细地记载过 这种环形锯的用法 第四种是长方形切割法 用黑钥匙 打火石 或者其他石头制的 或者金属制的小刀 给头骨切一个长方形的洞 在秘鲁的骨木里有一种非常常见的 弧形的小刀 叫做突米 就非常适合做这种手术 除了秘鲁之外 在法国 以色列和非洲 也曾使用过这种颅骨穿孔术的操作方法 第五种方法 就是在头骨上钻出一圈洞 然后从这些洞之间切开或凿开 阿拉伯人采取了这种方法 在中世纪 这可以称为一种标准的手术方法 在秘鲁和北非也使用了这种方法 颅骨上的开洞位置 随地理区域和时期的不同而变化 常见的位置是额骨和枕骨 在大多数情况下 仅一次手术即可完成手术 只有一小部分的手术 颅骨经过了一次以上的手术 那么 骨人为什么热衷于这么极度残忍 而又危险的颅骨穿孔术呢 第一种可能是治疗疾病 研究者发现 许多穿孔的头骨 显示出颅骨损伤或神经系统疾病的迹象 而且通常就在穿孔的位置 所以在颅骨穿孔 很有可能是为了治疗疼痛 或者治疗某些疾病 在秘鲁美兰尼西亚的穿孔手术 普遍是为了减轻头骨骨折 引起的颅内出血 古希腊医学之父 希伯拉底在他的著作中 详细探讨了关于颅脑损伤的治疗 该论文描述了五种类型的头部损伤 然而有趣的是 不主张进行颅骨钻孔治疗的唯一类型 是在压迫性骨折的情况下 所以即便没有太多遇伤的迹象 也建议在头部钻一个洞 希伯拉底医生认为 停滞的血液是有害的 它有可能会腐烂并变成农业 因此进行颅骨穿孔手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把血液在变质之前放出 在欧洲的医疗史上 颅骨穿孔也被用于治疗头部受伤 癫痫和精神疾病 第二种原因 可能是作为一种原始崇拜而进行的仪式 古人要与天沟通 就必须开天幕 这就是在头骨上开洞的象征意义 那个时代的巫师士族希望将特权传承下去 认为当孩子成年时在颅骨上开洞 可具备行使巫术的能力和权力 在欧洲 大脑被视为灵魂的归宿 当一个人患以难以理解的恶极 就被认为是恶灵缠身 所以开颅也是为了驱邪 从头骨顶上取下一块碎骨 打磨光滑后 作为避邪事物挂在胸前 这种做法在近代非洲仍然存在 第三种原因 也就是开头故事中提到的原因 为了提升大脑的能力 在几个世纪前的欧洲 当时的宗教团体注意到 人在婴儿时期 颅骨不是闭合的 有一个很大的缝隙 也就是俗称的姓门 人在胎儿时期 在子宫内脑部不会发育的太大 是为了出生时候顺畅 以免造成难产 在出生后 一直到闭合前 大脑是处于高速发育的状态 大约一两岁后 那个缝隙才会渐渐的闭合 盖化成为大脑的颅骨 成人头顶的头骨中间 会有闭合后的痕迹 在颅骨缝隙闭合后 脑腔成了封闭的状态 脑体积不再增大 因为有了颅鸭 血液就不会像原来那样 大量的流向脑部了 一些宗教组织注意到这点后 他们就想 能不能人为的在颅骨开个洞 减少颅鸭 让血液还像原来婴儿时期 那样大量的流向脑部 企图造成人为的二次生长 结果就有了这个颅骨穿孔手术 考古学家发现了 数以千计的带着洞的头骨 这证明了颅骨穿孔术 在世界各地是普遍存在的 包括欧洲 俄罗斯 非洲 中国 南美洲等地 在一些非洲部落中 这种做法延续至今 我们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 有穿孔迹象的头骨 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代 大约是公元前六千年 它们出现在北非 乌克兰和葡萄牙 在法国的古代遗址中 发现了公元前6500年的头骨 在120个头骨中 有40个头骨上 都有颅骨穿孔后的洞 而且头骨上显示有愈合的痕迹 也就是说 这些经历过颅骨穿孔手术的人 都存活了下来 全世界范围内 有超过1500个新石器时代的 穿孔头骨被发现 这个数量占到了出土的 全部新石器时代头骨的 5%到10% 这些头骨大多数来自于成年男性 也有女性和小孩 考古学家在俄罗斯南部 靠近黑海北岸 挖掘到一个史前墓葬遗址 该遗址保留着35个人的骨骼遗 分布在20个独立的坟墓里 根据墓葬的风格 考古学家认为 这些人生活在大约公元前 3000年到5000年之间 这一时期被称为 同时并用时代 或者同气时代 神奇的是 这些头骨的穿孔 几乎都在同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比较傲可 叫顶孔始状缝焦点 这个位置是位于颅骨顶端 朝向后面 大致就相当于 女生扎高马尾的位置 在目前所有的头部穿孔记录中 只有不到1% 是位于这个位置的 非常不常见 原因很简单 这么做实在是太危险了 这个点位于 上屎状痘的正上方 这个上屎状痘啊 恰恰就是收集 大脑主要流出 静脉的血液的地方 在这个位置打开头骨 很可能会导致 严重的大出血 甚至死亡 因此 俄罗斯同气时代的居民 必须有充分的理由 来进行这样的 头部穿孔手术 然而 没有一个头骨显示出 任何受伤 或者患病的迹象 换句话说 似乎这些人 是在健康的情况下 有一个研究骨俄罗斯 头部穿孔的专家认为 在头盖骨上 危险的特定位置 进行头部穿孔 目的是为了实现 某种转变 他推测 史前人类可能认为 通过在这些位置穿孔 他们就可以获得 普通人没有的独特技能 12个头骨中有3个 在孔洞周围 显示出轻微的愈合迹象 表明 其主人在手术后 存活了2到8周的时间 另外8个头骨 显示出更长的愈合时间 根据我们今天 对骨骼愈合的了解 这些人可能在手术之后 存活了至少4年时间 秘鲁在古代 是个医学十分发达的地方 其史前穿孔颅骨的数量 要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 而且开鲁手术的成功率 非常惊人 科学家们对 秘鲁800多个头骨进行分析 发现在公元前 400到200年间的 总体长期存活率 约为40% 公元1000到1400年的样本中 存活率高达91% 硬加时期 也就是公元1400到1500年的 平均存活率约为 75%到83% 与之相比 美国内战时期的 颅内手术死亡率 为46%到56% 这不由得让人疑惑 在如此原始的 技术手段和卫生条件下 古代的医生 是怎么做到 如此高的手术成功率的 在中国 出土过约在公元前 1000年的13个头骨 有几个头骨 有多个开孔 最多的有7个孔 并且它们都有明显的 愈合痕迹 根据一部 公元前150年的史料 《韩师外传》 中骨之为医者 约渔夫 渔夫之为医也 诺脑髓 爪荒漠 吹翘定脑 死者附身 诺是拿的意思 诺脑髓 也就是擅长开炉治病 在我们的三国演义里边 也有提到开炉手术 曹操有头疼的毛病 招华佗进攻治病 华佗想给他开炉来治 曹操勃然大怒 然后就把华佗给杀了 在16到17世纪 在欧洲 希腊罗马时代之后 穿孔术开始逐渐消失 相关技术的发展 也陷入了停滞 而在文艺复兴时期 战争导致受到 头部创伤的人数激增 致使人们对 颅骨穿孔手术的热情 又重新燃起 16到17世纪 人们用穿孔手术 治疗各种各样的疾病创伤 包括血管疾病 取出碎骨头 排出浓血 希伯拉底 对手术的演化过程 给出明确的指示 盖伦也对手术的具体程序操作 有详细的解释说明 到了18、19世纪 接受这种穿孔手术的人 死亡率飙升至了100% 主要是由于卫生条件太差 患处感染导致的败血症 而当时还没有抗生素可以使用 到了20世纪的美国 有几个比较出名的 做过颅骨穿孔手术的人 第一个人呢 叫Bart Hugus 出生于1934年 曾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就读医学 但并未拿到学位 1964年 他提出环剧术 也就是颅骨穿孔手术 能够让大脑流进 更多的血液和脑积液 有助于提升大脑效能的主张 隔年 他仅用一把手术刀 注射式的局部麻醉剂 和一支电钻 钻开了自己的脑袋 过程只花费了45分钟 他声称 过程和术后都没有感到疼痛 三天后伤口就好了 他说 他手术后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他的意识增强了 神经症也好了 他开始宣扬这个颅骨穿孔手术 约翰·列农 也就是Beatles的主唱 跟他聊了之后 也说想去做这个手术 但最后应该是没做 做了我就查到了 Bart Hugues呢 还发表了很多文章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 是1962年的致人矫正 他讨论了颅骨穿孔手术 极其好处 他还在1972年 出版了一本自传书籍 书的名字叫做《有动》 Bart Hugues呢 还是LSD的早期使用者 LSD是一种强烈的致幻剂 同时呢 他也是近代 颅骨穿孔手术运动的开创者 他的本职工作 是一位荷兰的图书馆员 2004年逝世 小年70岁 第二个人呢 叫Joe Mallon 这个人很执着啊 他一生做了三次 这个颅骨穿孔手术 前两次是在 迷幻剂的影响下做的 第一次没有成功 第二次他找了 后面要提到的一个人帮忙 但后面他昏过去了 还住院了 第三次他终于成功了 但是打完洞 没什么感觉 结果1970年 他又在脑袋上 用电钻开了第二个洞 这次他终于满意了 那个洞有1英寸深 大概是2.5厘米还流血了 他觉得精神上 得到了预想的效果 因为他感到 自己的精神逐渐增强 获得了常年的 自由和宁静的感觉 所有这些经验 他都写在一本名为 钻孔的书中 第三个人呢 是英国女性艺术家 Amanda Fielding 她把用电钻 自己钻头的过程 拍成了纪录片 震惊了世人 她出生于1943年 在1966年 与Bart Hugus相识 Amanda说 她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Bart Hugus身上的变化 变得柔和 减轻了神经质的行为 声称 做完颅骨穿孔手术 可能会使我们 更快乐 更健康 甚至可能帮助处于 患阿尔兹海默示症 风险的人们 第四个人 叫做Peter Halverson 他也是认识了Bart Hugus 然后在1972年 做了手术 他成立了一个 叫ITAG的组织 提供帮助给 想要做颅骨穿孔手术的人 这个组织 还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送了15个志愿者 去墨西哥 做颅骨穿孔手术 但是他们没能通过 核磁共振的结果 证明手术后测试对象 有什么精神上的变化 不过呢 这15个人 都对手术非常满意 Peter呢 还曾经帮助一位 年轻的女士 Hazer Perry 给自己的脑袋 钻了个洞 这位Hazer Perry 后来接受采访时 描述了一个画面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她说自己像鲸鱼一样 一咳嗽 头上那个洞 就会有液体流出来 听上去还是 蛮有画面感的 现在 外科医生也会进行一些 给头骨开动的操作 当然操作方法 肯定远没有过去 那么粗暴了 比如脑出血的时候 医生会采用 用钻孔引流的方式 吸走血肿 以避免这些出血 对脑组织造成压迫 而在颅腔内的压力太高时 为了避免 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医生也会选择 去除一部分颅骨 来减轻脑组织的压力 这可就是真正的脑洞打开了 等到疾病有所缓解之后 医生们在用钛钢等材料 再把脑洞堵上 其实这个颅骨穿孔手术 最初令我感兴趣的是 会产生异能这一点 有多篇资料 甚至是 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这本书中都提到 在众多颅骨穿孔的实验者中 大部分的人死于伤口感染 活下来的那一部分人中 有大约三分之一的 在手术后不久拥有了异能 这些人能见到鬼魂 亡灵 有些人能预知未来 有些人受到了某种感召 有些人得到了 类似凭空取物的能力 还有些人获得了非凡的智慧 甚至还有可以飞行的记载 这些都源于 欧洲历史文献非官方的记载 并有严重的极端宗教成分 但很可惜的是 我用谷歌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相关文献 如果有知道相关文献的小伙伴 欢迎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 如果是英文文献的话 我非常乐意研读一下 然后再和大家分享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 我一点都不想做这个手术 听起来都好怕怕哦 也请大家不要轻易相信 这种手术 以及术后获得的所谓的超能力 如果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简介里的一些资料 好了 关于颅骨穿孔手术 就讲到这里啦 我每周六会更新视频 希望感兴趣的小伙伴 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我们下周再见吧 谢谢啦